蒙探探探案第13期收官正片上周五如期上线,凌亡值钱的蒙哥探姐正式开赛,蒙探家族全体前来参赛。 华晨悟华晨风华晨宇的华晨宇献上含压少年子两个精彩舞台。 本季收官舞台,华晨宇选曲《狮子》,这首歌是电影《悟空船》的插曲,而巧的是华晨宇原创齐天室这部电影的主题曲。 华晨宇完美演绎这首歌,开口贵的低音炮,而后面高音又一如既往的震撼人心,实力证明光屏声音也能演绎必美学。 在后面蒙探家族互相给彼此颁奖环节,卑鄙给华晨宇颁发的是最佳逻辑奖,更是直言夸奖华晨宇,要是这节目没有你,我们可能推不出来谁是凶手,真的是我的互联网嘴T了。 而最后一期也综合往期节目的所有表现和徽章情况角逐出了一名MVP,蒙探探探案第二季MVP是拿下最多徽章的华晨宇获得,这个MVP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了,毕竟就连导演采访也一直说华晨宇对这个节目的上心和付出,劳心程度可以说是节目组隐藏编剧了。 真的真的很谢谢华晨宇春夏两季的陪伴,不知道下次再见面的日子还有多久,也不知道是会以何种身份再次相遇,如果可以的话,希望歌手花花的那一天快点到来,永远做你的观众和歌迷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